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 讓你變成立菜Superman 今天台股真的又破底了 那麼大家有在看我們的節目 昨天的標題是不是跟你講說 低點不是低點 我們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為什麼我們都要把看法 講得這麼清楚 就是不要給你一個 魔能兩可的答案 如果給你魔能兩可的答案 你就會想說 我到底在這邊 要不要賣股票 還是要買股票 這對你沒有幫助 所以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分析 我們的看法 不管是在群組 還是在YouTube上面 都一定要非常的明確 那我相信 如果投資朋友 有持續在追蹤我們的看法的話 你會對這段時間的行情 完全不感到意外 所以我們一樣邀請大家 在節目的一開始 幫我們點個讚 當作對我們的鼓勵 有任何的看法 不管你是覺得 有一點好的建議 或者是覺得 阿季老師你在這個地方 可能有點講得不夠 想要再多聽一點 補充一點的話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多多互動 畢竟現在股市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那我認為大家保持樂觀 生活好好的過 因為股市不會一直跌 總有一天它會上漲 總有一天會反彈 所以我們就是隨時做好準備 然後把握未來的機會 過去的就已經過去了 好不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一開始 還是一樣告訴你 眼前的低不是低 眼前的低不是低 為什麼 台股這波下跌的邏輯 很多人並沒有搞懂 不單單只是我們前面講的 一些總體經濟的因素 而是大家有在期待一些利多 期待什麼利多 期待國安基金 期待限空令 但是這樣子的期待 真的符合現實嗎 好吧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台股這段下跌的邏輯是什麼 以及後面我們要怎麼來看行情 首先昨天的美股並沒有中錯 是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美股電子盤忽然擊殺 就是因為傳出iPhone沒有要增產 這個消息就導致了美股幾跌 美股幾跌 台股就跟著幾跌 但是昨天晚上美股並沒有中錯 沒有喔 沒有中錯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除了道琼啊 標普500 他們可能連六黑 可是納斯達克 已經開始收上紅盤了 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在目前的股市一直都 處在一個比較大的震盪的情況之下 不要去拆底 那麼我們在節目的一開始 一樣先幫大家追蹤一個指標 就是美國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在昨天美股沒有中錯的情況之下 殖利率有稍微的回來一點 但是大家會發現 這個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已經來到了4.27% 在昨天更高 大概4.3多 可是在這一些數字裡面 大家會發現都落在什麼區間 4.25%到4.5% 這個是什麼東西 有在看我們節目的話 我就會告訴你說 這一個區間就是今年 2022年底 聯準會會把他們的聯邦基金利率 拉到哪一個目標 就是4.25%到4.5% 所以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現在來到了這個位置 已經反映了2022年底的貨幣政策 那代表什麼意思 它要再繼續往上走 空間可能沒那麼大 這對股市來講是好消息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悲觀 那麼我認為其實 美國兩年期公債殖利率 應該會在這個地方稍微盤整一下 它大概就是在4.27% 現在這個區間 可能再往上到4.35% 那市場風險再增加一點的話 可能來到4.45%就差不多了 為什麼 在今年年底之前 聯準會的基金利率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要去反映更未來的貨幣政策的話 那就要看2023年了 那2023年還太遠 好不好 這個我們以後的節目有機會再講 但是這個好消息就是 美國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可能就是在這個區間 不會再有太大的變動了 對股市來講是好消息 好 那麼今天台股的大跌 大家有感到很意外嗎 那你覺得我有感到很意外嗎 真的我感到很意外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今天不應該出現這種大跌 我們原先的預期是認為 今天可能台股還會走小反彈 我很老實的告訴你啦 我也不會騙你嘛 我預期就是這個地方會出現反彈 沒有出現反彈 結果還大跌 那我們的預期 那可能就是需要去做調整嘛 但是你說今天的大跌對我們來講 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前兩個月到現在就是滿手空單 對我們來講當然是好事 我們昨天的一些交易策略 我們後面來講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是 在今天早上的Telegram 我們每一天都會發盤錢資訊 當然有的時候我可能比較忙一點 有些資訊要消化 那來不及寫 但是大部分每一天 我們在開盤之前 都會提供我對於接下來的行情看法 或是給大家一點鼓勵 給大家一點勉勵 給大家一點信心 那我們這個盤錢資訊今天寫了什麼東西 我說你不要去摸底 你不要去摸底 大家看到好像昨天台股 看起來又要反彈的感覺了 昨天收了一根紅色的十字線 台股是不是在這邊要反彈呢 不要去摸底 我昨天節目也告訴你不要去摸底 對不對 因為常常你以為的底都不是底 等你回過頭再來看 怎麼再扮三腰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在盤錢資訊 先把看法告訴你 就是希望你可以避開最多的風險 有沒有我們在盤錢 9點之前就已經寫了 那我希望其實投資朋友看到 今天的大碟不要這麼的悲觀 因為這些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你一直沉浸在過去的這些悲觀是沒有用的 請你拿起精神好不好 保持樂觀 幫自己做點動作 你不能一直待在原地不動啊 你待在原地不動什麼事情都不做 然後一直祈禱 一直期待這個奇蹟發生 你確定這個真的是一個好的交易策略嗎 好不好 把主動權拿回來自己手上 不要一直待在原地不動 不要覺得好像股票套身了 那我就不管它了 總有一天會回去嘛 這個總有一天 會不會是很久以後 所以你現在要保持一點空間 給自己一點彈性 把主控權拿回自己手上 你才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去把握後面的行情 好不好 這是我給大家的鼓勵 那麼我們把證據拿出來 昨天9月27號財經第一線 標題直接寫什麼 低點還不是低點 而且我還跟你講說 國安基金進場互盤 低點不是低點 為什麼我們可以講得這麼肯定 當然我不是說 我昨天就看出來今天會大跌 我剛剛就講了嘛 我不知道今天會大跌 那也不要覺得說分析師好像什麼都知道 跌到哪一個位置 要漲到哪一個位置 我跟你講不知道 不知道 很老實的告訴你就是不知道 那當然我們可以根據一些數據 根據一些籌碼 根據一些資金流下 來去判斷行情往哪一個方向走 的機率比較大 那到了哪一個區間 它遇到的壓力 或是它到了哪一個區間 它遇到的支撐 有機會 這個東西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而不是告訴你說台股要漲到多少 哪一個點 台股要跌到哪一個點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在昨天的節目上面說低點 不是低點 是說後面還會有一波修正 但我們沒有想到來這麼快啊 只是我們已經先做好準備了 畢竟手上有空單 所以今天就算真的走了這波修正 那對我們來講 可能就是少了一點不空單的時間 但是對整體的投資組合來講的話 對我們來講依然是好事 那另外在昨天我不單單是在錄我們的財經第一線 那我也到年代到內湖去那邊上通告 那我上的就是年代向前看嘛 我也在電視台上面直接很明確告訴大家 台股的修正還沒結束 電視台啊 每天幾萬人在看 那個上面的話不能亂講耶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堅持我們的看法 好不好 我也不會說在這邊說多 在那邊說空 當個兩面人 不會 我們的看法就是這麼的一致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可以持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追蹤我們的群組 根據我們分享出來的觀點 去調整自己的交易策略 我相信對你都有幫助 那麼在前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因為我相信一定有一些新朋友 今天或者是這幾天才看到我們的節目 那我要告訴你的是 其實從7月底以後我們就是一路做空 一路做空 所以你看台股這樣子從7月上來 我們做空完以後是不是多漲了一段 那個時候我們有沒有壓力 有啊我壓力其實蠻大的 我們要扛住一些網路上面的一些批評 我們要扛住會員朋友的質疑 老師你在萬五做空 都漲到了一萬五千五了 你要不要翻多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扛住壓力的 但是你會發現 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做對的事情 因為台股真的修正了 從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五點 這波的高點 8月16號8月17號出現 修正到今天整整修了多少點 兩千點 超過兩千點 所以這兩千點的修正裡面 我們的會員朋友全部手上都是空單 都是空單 一樣我不敢說我幫會員朋友賺很多錢 這我不敢講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我們在這兩千點的修正裡面 避開風險 這是我有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能夠告訴你 那我們為什麼會在兩個月前 就告訴你說要留意風險 就是因為我希望所有的投資朋友 不管你是不是我們的會員 你都能夠避開風險 你賠錢對我們有好處 所以我也不希望你賠錢 我希望大家都賺大錢 有錢大家一起賺啊開心嘛 那麼我們接下來討論的問題是 台股到底到這個位置上面 要怎麼辦 要怎麼做嘛 我們要討論未來嘛 都跌到這個位置了 我先講結論了 我認為其實台股還有下修的空間 今天的低點不會是低點 今天的低點不會是低點 什麼時候會跌破我也不敢跟你保證 但是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只要股價出現反彈 你都還是要減碼 那麼你看我們今天的加權指數 早上是不是開高 我也以為反彈要出現啦 有沒有 早上以為反彈要出現了 但是因為現在市場下跌的邏輯 就是情緒不佳 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 有一點利空股價就開始下跌 人踩人多殺多 而且融資很多都到了那個維持率 追腳通知要開始出來了 所以開始砍股票 一路往下砍 今天稍微的往上走了一點點 就一路走低 一路走低 到最後收最低 收最低 代表市場的情緒非常悲觀 那既然今天的股價指數收在最低 代表賣壓還沒有消化完 那是不是代表低點還沒有到 所以也呼應了啦 手上現在有一些多單的投資朋友 拜託你把資金收回來 這句話我們已經講兩個禮拜了 前兩個禮拜你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把資金收回來 到今天我還是希望你 如果手上有一些多單的話 陸續把資金收回來 把多單的那個 資金的曝險的那個層數 不要放那麼多嘛 你不要all in嘛 不要八成的多單嘛 不要七成的多單嘛 手上剩兩成 OK 剩三成 OK 甚至像我們一樣 打一點空單 去對沖風險 讓你整個在投資的過程裡面 會比較沒有壓力 這是我們給你的建議 那麼在昨天的節目上面 我有沒有說了 加權指數一直在破底 櫃買指數會好嗎 大家看到 昨天 還在這個位置上面 櫃買指數高高在上 我昨天有說了 我們不太會再去空指數了 當然指數今天中錯 可是個股跌得更嚴重 為什麼我們不會去打指數 而要去打個股呢 因為個股還有空間啊 加權指數已經破底了 誰還沒破底 櫃買指數還沒破底 所以你看喔 我們昨天有畫一個藍色框框 你可以去看昨天的節目 我說了加權 這個櫃買指數下方還有補碟空間 那我們在很久以前 也不要很久以前 我們前幾個禮拜的節目 有告訴你 一旦修正出現 這個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快到你閃也閃不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進去 或者是大家不相信 可是你看到今天很多的個股 開盤 可能再平盤一下 啪就下來了 中間都沒有要踩煞車 煞車就像壞掉一樣 啪就下來了 櫃買有22加打到跌停 今天的指數已經要來挑戰前低了 會不會破 我們不預設 但是股價的走法就是這麼的弱勢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你要把資金收回來就是這個原因 今天又跌了多少 4% 前天跌4% 今天跌4% 這兩天的跌幅 很多股票就已經跌了20%了 所以風險隨時會出現 大家不要抱有僥幸的心態 那你真的要做多 真的想攤評 等轉強訊號出現以後 你再去做 不要在下跌的階段 去攤評去買股票 好不好 好 那麼大家在期待什麼 股市下跌的邏輯 來大家在想 國安基金是不是要出手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股會三巨頭 都出來講話了 那國安基金說什麼 他說我們國安基金不是一直買 它的功能是在點火 也就是當台股已經來到了底部附近 可是沒有人要當第一個買的 國安基金的功能在點火 他不是要拉抬股市 他也不會跟國際的趨勢對坐 所以你期待國安基金來救你嗎 我覺得大家投資朋友你要知道 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好不好 所以國安基金不會來這邊 把股價拉上去 然後讓外資倒給他 不可能 他的功能是在點火 而不是把指數拉回萬五 有沒有 現在前一陣子在萬五的時候大家說要公萬六 現在只剩下一萬三千多點 大家在說到底指數什麼時候能回到萬五 修正這兩千點有沒有散開差很多 那麼外匯的部分我們也看到了 之前一直幫大家追蹤新台幣 我說新台幣一直有貶值的壓力 而且我沒有告訴你說貶值到這邊就結束 我一直都在節目上面告訴你說資金持續外流 那現在流到什麼程度 流到央行總裁出來跟你講說 必要的時候可能會做外匯管制 但是這個就是必要的時候 可能 所以代表還沒有要做 就像國安基金在互盤之前一定都是先 用講的 講說我們要欣賞互盤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麼另外黃天木說什麼 我們接下來要開會了 要討論到底要不要限空 我要告訴大家限空這件事情的邏輯 不是大家想的那麼簡單 不要覺得好像限空以後 這個股價指數就會開始一路噴 不對 現在的賣壓來源不是很多人去做空 不是很多人去放空股票 真的沒有很多人在放空股票 我們算是少數 那賣壓是什麼 賣壓是之前原本手上就有股票的投資人 失望 停損 所以把股票賣出來 所以今天就算真的限空 我們不能打空單 我空單就是全部都回補 我不能再做新的空單了 可是問題是你原本手上有股票的人 他會不會想要繼續賣 會啊 而且特別是限空令出來以後 這個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外資 或者會有一些投資人想說 啊股價應該要噴了 結果不如預期忽然來個利空 就變成人踩人多殺多 所以其實限空令出來 你說能不能穩住股市 短線上面有機會 但是長期來看的話 其實對於股價指紋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他也很明顯跟你講的是個雙面刃嘛 雙面刃 因為你現在做空的人在未來就會回補 回補就是一個買盤的力道 當你現在禁止他們放空的時候 未來的買盤在哪裡 你真的要跌到很底部 跌到股價很便宜的時候 才會有人想要進來玩 所以這個是雙面刃 所以現在股市下跌的邏輯 是原本有股票的人在賣股票 而不是因為有很多的空頭在放空股票 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當你這樣子把這些資訊混合起來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行情是不是還有可能沒有跌完 當然有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低點還會更低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把這樣的觀點分享給大家 另外我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這段期間 有很多的投資朋友加入我們 那隨時加入我們就隨時處理 對不對我們不可能不救啦 那像是昨天我們有一位客戶剛進來 手上二十幾檔快要三十檔股票 那怎麼辦 我們還是要救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昨天台股 在平盤附近正 可能還有小反彈的過程裡面 帶他砍股票 一砍砍了十幾檔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其中一檔是什麼 萬海昨天砍 我們從早上一開盤9點07分 一路砍一直砍一直砍 砍到10點多 萬海昨天砍掉 再來要什麼 三副昨天砍掉 三副今天跌停耶 你會覺得好像前 昨天已經跌很多了 我捨不得砍 你要是昨天沒砍的話 今天再吃一根跌停 萬海昨天小反彈 航運股昨天反彈 那你昨天不賣的話 今天再吃7%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你隨時都可以處理你的持股 你越拖 情況就有可能變得越嚴重 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堅持做對的事 不管你之前虧多少 那些都是過去式了 我們要把股價 我們把眼光放在未來 該處理的就處理 而且我們還順便帶他去做 我們最近在做的空單 有沒有 把一些多單處理掉 再反手去放空一些股票 那今天看起來 是不是就相對的比較舒服一點 這也是給投資朋友的勉勵 那麼我們在昨天講了很多的股票 他們的頭部已經形成 原本形態很強 忽然灌破 昨天我跟你舉例的一個 6235的滑幅 結果滑幅昨天怎麼樣 打到跌停板 碰到跌停了 今天有沒有繼續重挫 所以你不要在下跌的趨勢裡面接股票 因為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跌完 昨天 畢竟跌停 今天能再跌5% 跌6% 那麼還有哪一檔 4768的金城 金城科 昨天也是快跌停 昨天就是跌停 不是快跌停 昨天跌停 今天再跌8% 兩天跌18% 所以你一定要在空投市場裡面 然後告訴自己 要去買一些很強勢的股票 然後去做多 然後他就忽然爆開 兩天跌十幾% 閃也閃不掉 要這麼辛苦嗎 我認為大家不需要啦 所以我們就是順勢而為 該處理的就是處理 用平常心去面對 那你讓自己保持一點空間跟彈性 你才有機會去把握未來的行情 最後的話就是其實我們整個 不管是在我們的分析我們的節目 都是希望在整個股市烏雲籠罩的情況之下 幫大家撐一把傘 你不要淋濕了 好不好 投資朋友可能沒有時間看盤 可能對於這些財經的專業知識不太清楚 那我們會負責幫大家盯好 然後告訴你說 我們對於行情的看法會怎麼樣 幫你撐一把傘 所以我不是要來害你的 我希望我的節目 我的分析都能夠對你有很多的幫助 那如果你因為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因為我們的分析賺到錢了 那真的是非常恭喜 至少也先避開風險 那我認為在接下來兩天的時間點 會是非常關鍵的 特別是在台股加速趕底的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的訊號 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掌握在盤中的這些訊號 那盤中這些訊號 或者是我們到底台股什麼時候轉強 什麼時候落底 還有更多我們現在發生的一些財經的事件 這些我們都會即時的分享在我們的Telegram上面 那也希望投資朋友看我們的節目 如果覺得有幫助的話 也是多多給我們鼓勵 在節目的最後不要忘記幫我們把下面的讚給點起來 那這些鼓勵都會成為推動我們繼續做好更多研究 分享給大家的一個最主要的動力來源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